墨宇云间虽然收官 但是剧外相关话题还在持续发酱 尤其是男主王兴月 近期陷入了提纯风波 起因是收官之后主创发文告别 王兴月本人也发了告别微博 但是对比女主吴景言的体面 男主王兴月似乎只专注在了自己身上 大量配了自己的毒照 惹来居粉不满 而王兴月工作室不仅没有安抚 还火上浇油地发了一段王兴月未播出的高光镜头 暗示结局男主战死 要知道墨宇云间是导演 制片 主演都承认是一结局的剧 而工作室这个剪辑视频却是必结局 而必的结局自然是显得男主悲壮 更能热来剧粉心疼 结果适得其反 不少网友怒斥王兴月急于提纯 完全不顾及其他主创感受 尤其是于正 他紧急补番外 就是为了更明确结局是圆满的 而这一切 被王兴月工作室搅乱 找补都找补不回来了 在这个时刻 宇正本人又点赞了一条 王兴月被全网倒游的微博内容 使得风波升级 宇正本人也不得不出面发声 宇正直言对于这个风波 他很猛圈 自己也是等网友言论发酵起来 才发现工作室发的这个视频 包括了他毕掉的花絮 宇正说自己完全不懂粉圈 还配上了和王兴月宣传的聊天记录 看上去对于这件事非常愤怒 宇正命令王兴月宣传 马上删掉视频 怒斥工作室 你居然敢亵渎我的艺术 我绝对不允许 我的番外全被你们破坏了 对此网友并不买账 在他的评论区分成两波声音 一波质问他为什么 尾粉会提前知道工作室顶着压力 也要被刺发比结局 一波替吴锦言抱不平 为了稳住网友情绪 宇正直接在评论区开卖 称他会严肃处理 立即开除乱发视频的 王兴月工作室小编 还要开除一千人等 于正最后还为王兴月发声 称王兴月就是一孩子 什么都不懂 但也承认工作室做这些 也是为了提纯为粉 于正给王兴月撇清关系的做法 也引发了网友群潮 纷纷感叹又来这一套 二十多岁的男演员 怎么又演上纯情无害大宝宝了 哪有孩子当208瓦又抱嫂子 更有些网友 直接戏谑地给王兴月 起了老孩哥的外号 其中提纯的言论 更是直接撕开了剧粉 CP粉的乌托邦 看剧时科CP的激情 居然只是剧方炒作 以及男方涨粉的手段 有些事情不说大家都知道 可一旦摆在明面 就肯定会被诟病 要知道王兴月 靠默语云间涨粉上百万 吃够了CP粉的福利 就要先捉被刺女主和剧方 又要卖又要独美 就算想提纯 也未免太心急了吧 眼看舆论发酵的厉害 王兴月工作室 终于做出了回应 以及删视频 可简单的回应 未免有些苍白 根本无法弥补 被伤害的剧迷 一部电视剧的成功与否 不仅仅取决于 演员的表演 和剧情的设定 更与整个制作团队的努力 密不可分 王兴月工作室 这种为了提纯 不顾一切的做法 很显然会伤到剧组和剧迷 还是希望娱乐圈 能少一些炒作和争议 踏踏实实演戏 比什么都强 王兴月工作室 偷跑花絮 引发的系列争端 热闹非凡 王兴月团队 自觉坟墓的独美行为 更是惹祸上身 有关其个人私生活 年龄造假等争议 越闹越大 与正下场灭火 也无济于事 王兴月一直贴着小孩哥的形象 活跃在娱乐圈 似乎是有意制造反差萌 但是随着花絮翻车 王兴月个人私生活 被扒得一干二净 有网友发现 他的购物车内 有多件与女性相关的 廉价私密衣物 与小孩哥形象有很大冲突 让人跌破眼镜 面对争议 王兴月并没有出面回应 只是购物账号悄悄设了私密 不打自招 而后 有网友在余政评论区提问 余老师 你穿K吗 余政回复称 穿不穿取决于个人审美喜好 不觉得是羞耻行为 新时代要学会展示自己 让自己性感 或者给予伴侣趣味 不值得嘲笑 这回复看似心贫气和 实际是气急了 不仅阴阳怪气 网友还口吐脏话 有网友嘲笑他 不如不说 这般回复相当于帮王兴月 认了购买私密物这件事 余政直接骂网友 狡辩说的是自己而非一人 不怕谣言的伤害性 及传播性 眼看对不过微博网友了 余政紧急闭卖 哪知他转头又换一个新平台 继续发文 除了重申审美自由外 还嘲笑网友是清朝人封建 容不得别人一点隐私癖好 然而看了全篇 很难不说 他已经被气到胡言乱语 一边怒吼 谣言子虚乌有 伤害力不大 一边痛斥 人性和成名代价 矛盾割裂 当然 作为制作人 他还强调这些比起细扑 不值一提 委婉地为自己的怒气着补 大量网友看到余政的回应 认为他是避重就轻 转移视线 顺便帮演员吵吵热度 毕竟余政出名的嘴毒 如果是假瓜 早已经对爆料的人破口大骂 而不是灰溜溜撤退 慈密衣物确实是个人审美癖好 上升不到道德污点 对艺人的影响微乎其微 算是王兴越争议中较小的点 也因此与政看似道友的行为 只是不断加大热度 不过 随着他的人气越来越高 也有越来越多的黑料被挖出来 甚至连年纪都被怀疑是假的 这样一来 无疑会给他的失业生涯 带来很大的影响 到底这些黑料是怎么回事呢 他又是怎么回应的呢 不过 随着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甚至是过去的一些事情 最近 就有网友翻出了他过去的一些照片 并且怀疑他的年纪是有所造假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要知道 在他17岁时 就已经开始参演一些影视剧了 而当时他就是以小鲜肉为代表 备受瞩目 但是最近 有网友发现他17岁的时候参加活动 那个时候的照片中 他的长相和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样一来 就有人怀疑他当时的年纪就有所造假 更重要的是 他曾经在一档综艺节目中透露自己的年纪 当时他说自己是2002年的 但是被网友一查 才发现他在2017年的时候已经住院 并且当时的病例上写的就是17岁 这样一来 他24年的岁数应当是24岁了 可是明明已经到了2024年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又被爆射毒 除了年纪被怀疑是假的之外 最近他还因为射毒问题被警方带走调查 这样一来 不少人就觉得他的人生可能会出现很大的波折 当时 他在直播的时候突然被警方带走 而且当时的现场还有很多警察 这样一来 不少人就猜测他可能是因为吸毒被抓 而在之后的调查过程中 警方也找到了一些吸毒的痕迹 这样一来 外界对他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觉得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艺人 如何回应外界的质疑 面对外界对他的质疑 他本人并未出面回应 只是通过工作室发布了一篇声明 称自己是清白的 并不是所谓的毒娃娃 而且 工作室也表示会全力配合警方的工作 相信通过调查 一切的事实都会水落石出 而对于年纪是不是有所造假 他也并没有给出答复 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些信任 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的谣言 更为危险的是 有网友发现他挂靠在一家单位缴纳保险 属于违规操作 严查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不知 网速慢的于正老师有没有吃到这个瓜 在王兴月舆论翻车后 于正从未正面回应各种争议 只是而今已经涉嫌违规操作了 还是希望当事人能够出来走两步 而通过王兴月的舆论态势 也希望演员们脚踏实地 不要步子卖大了 引火上身 不用阿兰